みなさん こんにちは 欢迎大家进入第八课的单词学习 我是大连外国语大学的主讲教师 杨彩虹 这一讲 我将介绍一些形容词 以及其他主要单词的相关用法 首先 请跟我读以下单词 さくら 樱花 綺麗 漂亮 富士山 富士山 高い 高 山 山 其中 綺麗后面标注词性为那形 高い后面标注词性为一形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的形字指的是形容词 在日语中 形容词分为一形容词和那形容词两种 这两种形容词都可以在句子中作位语 比如 例句一和例句二 富士山 富士山は高いです 桜は綺麗です 也都可以用来修士名词 一形容词 直接修士名词 如例句三 富士山は高い山です 那形容词 修士名词时 需要先加上一个假名 那 如例句四 桜は綺麗な花です 下面我们来看一组一形容词 请跟我读 比如 图一中 右边男孩穿的衣服很破旧 可以描述为古い 也可以表示古老的 历史悠久的意思 比如 用来描述图二 这样古香古色的街景 意 好 也可以说 用语 汉字写作 凉 悪い 坏 请注意汉字的写法 再来看一组一形容词 请跟我读前三个词 暑い 寒字有两种写法 当表示天气热时 写作暑假的暑 这时 暑い的反义词是 寒い 冷 比如 图中左侧这个人 坐在太阳下 被晒得满头大汗 会说 暑い 而右边的人 冻得浑身发抖 会说 寒い 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此外 暑い 也可以用来表达 物体摸起来很热 烫手 或是吃了很热的食物 感觉烫嘴 这种情况下 写作 热 与 慈梅泰 互为反义词 比如 图中左侧这个人 手不小心碰到炉火上的热水壶 手指被烫得通红 想必会脱口说出 熱 而右侧的人 手里拿着一杯加了冰的饮料 摸起来很凉 就会用 就会用 两种音形 是任意用哪一种都行吗 还是有什么规则呢 下面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个关于音形的说法 负二形 看这两个词 除零形以外 慈梅泰 还是三形音 即高音 截止到第三个假名 这两个词的共同点是 高音都截止到倒数第二个假名 这种音形称为 负二形 刚才学习的 有两种音形的形容词 都有负二形和零形 这两种音形 当他们在句子中 做谓语时 用负二形 如例句一和例句二 一 このコーヒーは冷たいです 二 この仕事は難しいです 当他们用来修飾名词时 用零形 即平板形 如例句三和例句四 三 冷たいコーヒー 四 難しい仕事 来看下一组 一形容词 面白い 有意思 有趣 可以用来形容电影 小说 人物 等等 楽しい 愉快 高兴 跟朋友聊天 心情愉悦 一起出游 玩得很高兴 都可以说 楽しい 忙 工作忙 学习忙 做家务忙 都是 忙 高い 除了前面提到过的 表示高度高以外 还可以表示 价格高 昂贵 安 やすい 价格便宜 ひくい 低 矮 表示高度高时 高い 的反译词是 ひくい 表示价格贵时 高い 的反译词是 やすい 下面 来学习一组描述颜色的 一形容词 请跟我读 しろい くろい あかい あおい 分别是 白色的 黑色的 红色的 蓝色的 去掉 い后 可称为表示颜色的名词 即 しろ くろ あか あお 其中 あお 除了指蓝色外 有时 也用来指绿色 比如日本的信号灯 绿灯 叫做 あお信号 接下来 我们学习一组 本课中要用到的 な形容词 请跟我读 にぎやか 热闹 しずか 安静 有名 有名 便利 方便 元気 健康 有活力 にぎやか 热闹 比如图中 这个地方 有商店 有说说笑笑的行人 还有音乐声 我们就可以说 ここはにぎやかです 而这幅图 给人寂静无声的感觉 可以说 ここはしずかです 元気 指健康 有活力 例如图中 这两位老人 感觉非常有活力 就可以形容他们为 元気 再来学习一组 な形容词 请跟我读 親切 暇 ハンサム ステキ 日语的 親切 与汉语的亲切 有所不同 通常用来表达 某人很热心 热情待人 经常帮助 关照别人的 ヒマ 指 有时间 有空 它的反义词 是 一形容词 忙 忙 ハンサム 是来自英语的外来语 英俊 帅气 ステキ 这个词 有着丰富的含义 用途也很广泛 在第七课绘画中 玛丽亚称赞 山田家的勺子漂亮 说 このスプーン ステキですね 像这样 ステキ 可以用来形容 精致的 漂亮的东西 也可以形容 吸引人的 有魅力的人 或物 又如图中 绘本的名字 ミリのステキな帽子 中文 很难找到一个词 能完全体现 ステキ的含义 于是 根据故事内容 翻译成了 美丽的帽子 便便便 此外 ステキ 也可以形容 一个人很优秀 出色 例如 这幅图中的 ステキなおとな 指的是 出色的大人 以上 是本课 将会用到的 形容词 下面 我们来了解一下 形容词 词干 和词尾的概念 通过刚才的学习 我们发现 所有 一形容词 都以假名 一结尾 一 就是 一形容词的 词尾 一 前面的部分 是 一形容词的 词干 而单词表中 所列出的 那形容词的形式 其实是他们的 词干 另外 请大家格外注意 kirei 虽然看似 以假名 一结尾 但它不是 一形容词 其汉字 写作 其力 是 那形容词 下面来学习一组 名词 请跟我读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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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町 城市 城镇 街道 ところ 地方 地方 寮 宿舍 如学生宿舍 就是 学生寮 Restaurant 餐厅 食べ物 食物 下一组 也是名词 生活 生活 在交谈中 提到对方的工作时 会加上 O 以示礼貌 尊敬 说起自己的工作时 不假O 语调为 零行 表达动词意义的工作时 用 这一形式 金格寺 金格寺 位于日本京都 是知名的观光旅游景点 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長崎 长崎 城市名 奈良公园 位于日本奈良市 占地660公顷 囊括了东大寺 星福寺 以及正苍苑等 名胜古迹 是一个规模雄伟 绿树成荫的历史公园 最有名的是春日大社的鹿群 他们被看成是神的使者 而受到悉心照顾 最后 学习两个疑问词 どう 怎么样 用来向对方询问感想 印象 意见等 如例句一 大学生活怎么样 想让对方谈谈对大学生活的感想 どんな 什么样的 是连体词 使用时 后面需要连接一个名词 如例句二 奈良是个什么样的城市 说话人对奈良不了解 想让对方具体说明一下 奈良的情况 同学们 今天 单词部分的学习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